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得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大家看到我戴個口罩 怪怪的 沒有什麼好奇怪 因為大家已經戴了三年了 很習慣 不過快篩了 這個可不是武漢肺炎 所以不必緊張 我是怕說影響大家 好今天是五月一號勞動節 祝所有的勞工朋友們 今天的勞動節快樂 不過上個星期 我們關注了侯友宜的 悲水論這個風波 無獨有郭台銘 好像跟他比賽一樣 在週末說出一句 讓社會為之花蘭的一句話 他在座堂會中指出民進黨 把非核家園當作生主牌 你們要投給民進黨 那我們沒有辦法 你們就去生肺癌好了 哇 投個票 也要被詛咒 說會得废 這是什麼總統候選人 怎麼可以這樣詛咒我們的選民呢 這什麼意思 等一下我們來賓會來告訴大家 想當然而 郭南銘會被罵得很慘的 所以他又發文反駁 說他的發言被斷章取義 表示說他也知道他講的這句話是錯的嘛 所以他果然講錯話 那他說是斷章取義 誰會相信他的反駁呢 他說他說的是民進黨缺電燒煤 還說他自己的前妻 還有他的弟弟都是癌症過世 希望民進黨能夠正視百姓的痛苦 他的本意真的是這樣子嗎 另外我們看看今天親南的媒體做了最新的民調 說不管是侯友宜 郭南銘兩個人 誰他們來跟耐清德一比較之下 都會贏耐清德 而且這兩個人支持度都相當 那郭南銘他昨天才說嘛 他跟侯友宜要互補2024 不論提名誰都是堅強的團隊 這什麼意思呢 郭南銘願意當副手嗎 難道他願意真的來當別人的副手 或者是他在暗示什麼嗎 另外我們來看看馬英九 他剛剛回國又開始講所謂的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真的活過來了嗎 他還要民進黨按照憲法來推動兩岸關係 那是什麼意思呢 難把辦還只在希臘論壇裡面 發生了頭銜的這個風波 他說是民進黨在扯後腿 奇怪咧 去也是你 駐外丹隊還要幫你的忙 結果幫了你的忙 還要被你罵 到底這馬英九是怎樣的一個心態 相關的議題 我們今天要好好來探討 首先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節目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立法員 劉趙豪 趙豪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台中市議員周永宏 勇 勇哥好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郭南銅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成績專家 徐靖王 慶王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國民黨的發言 我們的蕭敬妍 敬妍 勇哥好 大家晚安 好 政治評論員 余妹妹 美妹 雍哥好 大家好 我們看一下郭台銘打核電 有沒有打到自己呢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郭台銘南下高雄參與講座活動 台下坐滿上市櫃協會領袖 郭台銘說 台積電為什麼不來高雄 就是因為缺電 而他建議直接蓋個小型核電站 就能解決問題 半坪山已經挖得差不多了 在邊邊山底下搞一個安全的地方 我們做個小型核能發電站 現在投資核能 絕對是一個對的行業 賺錢的行業 全世界都在推無核家園 郭台銘卻說要在半坪山內 弄核電站 這讓高雄市議員傻眼 痛批真的是大放厥詞 當我想到當年韓國瑜說過 要太平島挖石油 一樣的不可思議 一樣的不切實際 一樣的瘋狂 為什麼郭台銘董事長 不要說在新北 在蓋一座核電廠呢 我以為市長會同意嗎 郭董事長的想法 被批實在是天馬行空 不過商業界打混久了 他還想發展機器人產業 對方上來八萬個兵 我上八萬個機器人去跟他對倒 這樣的高科技的戰爭 是不用人的戰爭 郭台銘應該要先學會 當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人物 而不是一個信口開河 胡亂開支票的財團老闆 郭台銘積極爭取國民黨徵召 想要來選總統 不過一場座談會的發言 卻引來諸多正義 也讓人懷疑 郭台銘真的能相信嗎 我們來看一下強調2024不論提名誰 都是一個堅強的團隊 郭台銘說我跟侯友宜是互補 我們會變成一個非常堅強的團隊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還是初選的時候在表現風度 選後那風度會不見的呢 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不過大家看看 2024年總統大選 本報最新的民調 這是聯合報的民調 他說三十四趴力挺下架民進黨 最不希望哪一黨的候選人 當選總統呢 他說三十四趴 最不希望民進黨當選 只有十三趴 不希望國民黨當選 只有十四趴 不希望民眾黨當選 他又問了一句話說 總統大選政黨的 對比支持度是什麼呢 這一個是柯文哲 有參選的時候 侯友宜二十九趴 耐慶德二十七趴 柯文哲二十三趴 如果侯友宜換成郭台銘 郭台銘一樣是二十九趴 耐慶德二十七趴 柯文哲二十二趴 幾乎都一樣 這民調也很厲害 再來我們再看 總統大選藍綠對決的支持度是如何呢 如果柯文哲沒有參選的話 也就是說他整合成功的話 侯友宜四十二趴 耐慶德剩下三十五趴 如果侯友宜變成郭台銘 郭台銘四十四趴 耐慶德三十三趴 換句話講 郭台銘還比侯友宜強兩趴 再看看國民黨黨內互比的支持度 黨內互比侯友宜三十二 郭台銘也三十二 國民黨呢 國民黨的人五十一趴是支持侯友宜 只有三十三趴支持郭台銘 但是如果全體來講 他們的支持度是一模一樣的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可以有意思了 表示郭台銘在國民黨黨外 得到更多的支持度 大家仔細看這個民調的意義 再來再看郭侯配全體會有二十六趴支持 如果是侯郭配那有二十七趴 也差不多 但是如果侯郭配 國民黨四十趴支持是侯的 如果郭侯配 國民黨只有三十三趴是支持郭侯配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 所以藍綠對決 侯郭顯著都領先耐慶德 洛柯參選的話 藍軍仍然小贏綠贏 這個有意思了 這個民調大家一看 哇 郭台銘信心大起 永恆怎麼來看這個民調 永恆我先講結論 這個民調顯示出來 就是說侯友宜已經現隱憂了 現在郭台銘是在跟時間賽跑 侯友宜是希望拖時間 我來一簡單分析給大家聽 這個調查最重要是什麼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友哥都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我們看 不管在任何一個數字上 侯跟郭 其實基本上都相近 的 差不到兩個百分點 甚至你看兩個都二十九 二十九趴 然後說總統大選藍綠 對決支持度 侯友宜四十二 還小輸郭台銘的百分之四十四 四十四 輸了兩個百分點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 這個國民黨黨內支持度 欸 這兩個又差不多 都一樣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最重要是什麼 首先在沒有柯文哲的狀況下 大家看喔 當殺喀都的時候 柯文哲對上侯友宜 或者柯文哲對上郭台銘 賴清德呢 大概是二三二二 簡單講都兩成多 但是當把政黨對決 就藍綠對決的時候呢 侯友宜跟那個郭台銘 大概都多了十二到十三個百分比 賴清德也多了十到十二個百分比 換句話說什麼呢 柯文哲的支持者在沒有柯文哲的狀況之下 他其實票是對半分的 但是分到的 在這個調查裡面 在這個調查裡面是分到這個國民黨的部分 候選人的部分 大概多了兩三個百分比 這是第一個觀察的地方 第二個觀察地方就是說 看起來我為什麼說是侯友宜現隱憂呢 雖然你看喔 在這個藍綠對決的時候 侯友宜還小蘇 郭台銘兩個百分比之外 去看他黨內互比跟這個黨外的支持度 你看喔 全體也就是說不分政黨 全體國人對於侯跟郭都一樣 支持度都百分之三十二 但是當你看到國民黨內說 哇 侯友宜是過半 國民黨的支持者支持郭台銘之後三成三 而侯友宜卻是過半 那你再看說郭侯配或者侯郭配的時候 你會看到 欸 全體一樣 全國老百姓差不多 就是說對侯郭配 郭侯配都二六二七 但是當問到國民黨支持者的時候 哇 侯友宜又是贏了郭台銘 所以我要講的是什麼 這表示什麼 第一個事實上他有一個內部的分析 有個 他的交叉分析講喔 侯友宜支持者才四十歲以上 換句話說 侯友宜現在支持他是誰的 老男男啊 就是年紀比較大的國民黨的支持者 跟男性 然後在學歷商方面也是一樣 但是郭台銘就超出他了 他比較多這個所謂的中間選民四十歲以下 以及非國民黨支持者 換句話說這個就是郭台銘他現在信心所在的地方 就是我在展現說你一直要講說非律大聯盟 一直講說這個非律要勝選 那誰能夠去掌握非律 看起來是郭台銘比較強 侯友宜在這一塊反而弱掉 所以我說侯友宜現危機 這個時間是郭台銘在跟時間賽跑 侯友宜希望拖時間 那這時間 因為郭台銘自己之前講了三十天 三十天很快就會到了 他在三十天之內 他一定要趕快 所以他會越講越辛辣 你看喔 他其實沒有去從他的這個CEO的格局 國際經濟的格局 甚至他跟全世界交往都稍微點到 他一直在往那個很酸的地方去走 比方說昨天講酸他已經道歉 說什麼投給民進黨會得肺癌 他一直在找這種最酸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去搶這些國民黨的票 他到最後只要說我可以搶到中間的 而且國民黨黨內也認同我 他就贏侯友宜 所以他跟時間賽跑 所以這是侯友宜現在擔心的地方 但侯友宜又希望拖時間 為什麼 因為他要面對議會嘛 所以現在時間上坦白講 我就對侯友宜不利 對郭台銘有利 而這個調查裡面 我覺得看到就是侯友宜的危機已經出現 所以我們在看到一樣是聯絡報 他用他的相關的大幅度的篇幅來報導說 二零二四大選本報民調 國民黨和民眾黨組在野聯盟的話 擊敗綠營的贏面非常的大 藍營若合作的話 藍白若合作的話 四十六趴選民會表態支持 侯郭各自登山 拖越久越不利 藍綠白三強成型 整合更爭困難度 藍還有時間慢慢來嗎 所以看到說國民黨和郭台銘 對於徵召前提的認知是否相同呢 兩人現在已經旗鼓相當 若最後仍然徵召侯友宜 郭是否願意退讓接受 徵召規則不明 為未來分裂埋下了導火線 但是換句話講 先把這個拿出來 是不是另外一種打預防針呢 在逼郭台銘說你自己講的喔 一定會支持喔 是最強團隊喔 所以我們再看 邱玉驚爆朱立倫 早決定徵召侯友宜了 拿假民調給郭台銘交差了事 郭台銘始終相信朱立倫的承諾 會徵召民調最高的人選 郭台銘終究還是要失望的 其實朱立倫早已決定徵召侯友宜 到時候只需拿出一份暗箱作業的假民調 就可以交差了事 算是給郭台銘以一個交代 妹妹 喔 這實在是這個民調 真的綠營要緊張 是要緊張 我先說喔 我不太懂得邱玉的邏輯喔 呼嚨郭台銘好玩嗎 你是朱立倫 你會去呼嚨郭台銘嗎 這個人是首富 是國民黨傳統的潛在的大金主 過去也幫過國民黨 第二 他後面有知識欄 有精英欄 他要開拓中間選民的能力 第三 如果你真的敢呼嚨他 以他的個性 你別看他現在說 我絕對要跟侯友宜會一起團結 組成最強團隊 真的嗎 四年前說他如果輸了他要支持韓國瑜 到最後咧 那如果今天是你朱立倫 是在呼嚨我 你對我不仁 我對你不義剛剛好啊 不會把他逼去跟柯文哲鬥一打嗎 那國民黨會不會就處境很堪率呢 所以我是有點存疑 但是到底朱立倫心裡頭在打什麼主意 因為他現在面臨兩難 就是說黨內挺侯派挺郭派 其實都有 黨內的挺侯的力量是比較大 但是確實如果以朱立倫來講 非綠聯盟的話 看起來確實是 郭台銘比較有想像空間 你單單看聯合報這個民調 我甚至認為聯合報其實是做求給郭台銘 以我來看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 很簡單啊 要非綠啊 他一再強調就是說 要非綠聯盟 國民黨才會有勝算 好 這裡面又告訴你說 如果是侯友宜的話 民眾黨轉移有限 如果是郭台銘呢 民眾黨就轉移的多 所以郭台銘才有這個能耐 我認為他其實在暗示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必須要注意看 我必須要講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就是說 如果真的藍白核 對民進黨當然是硬仗 綠跟非綠 我再說一次非綠是什麼 藍白紅黑都是非綠 各位有沒有想過 這個時候中國會有什麼因素來加成呢 中國一定是樂見嘛 樂見所謂的非綠大聯盟 把民進黨扳倒下來嘛 對習近平來講 這是最合算嘛 把臺灣推向一個中國 回不了頭 最好就是不要打臺灣 到時候慢慢的消化掉臺灣 而這需要有一個親中的政權 那這個政權不可能是民進黨 一定要是非綠聯盟嘛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後面其實不是只有臺灣內部在選 中國是不露面的參選方 當然美國也會有他的影響力 好 那我們現在要看到的一點就是說 如果 如果非綠大於綠 那會不會處心機率再怎麼做 大家之前 我覺得也是講得太簡單了 說 哎呦 柯文哲已經說啦 五月底對不對 五月二十號我就要去登記啦 整合破滅 是嗎 各位不要被柯文哲糊弄了 柯文哲這個叫做假鬼假怪 請問一下 他是去中選會登記啊 還是跟民眾黨登記 他跟民眾黨登記 我再請問一下 跟民眾黨登記他需要這樣大張旗鼓宣佈嗎 民眾黨會有人出來選總統嗎 就是他 他在幹嘛 我倒是認為他在喊價啦 他的意思是 對不起 柯文哲你非常愛錢 我不客氣的講 他意思是什麼你知道嗎 國民黨 我柯文哲可能可以考慮當你的小三啦 願意跟你配啦 拼金給他傳來啦 要不要我等太久啦 我就給你一個日期啦 五月二十號我就沒想要等你了啦 我是關鍵少數啦 你如果沒有我 你沒辦法結党民進黨 我認為他是在暗示這個東西 所以你們拿條件來談 條件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銀彈公事 還是位置分配 給個幾席部長的位置 如果贏了的話 那我柯文哲是什麼 我覺得這都是有可能 因為他非常知道 三足鼎立的話 他們大概就是兩敗俱傷 民進黨迎面盛大 唯一的一線生機就是藍白結合 外加外面紅色力量 不管是威脅 不管是利用 不管是軍機軍事壓迫 乃至於放出經濟的誘餌 讓臺灣人來想說 有一個辦法跟共產黨好發展 至少不會有戰爭 那國民黨一定販賣戰爭與和平 這張牌 然後到時候共產黨 會再配合經濟方面的力量的打壓 甚至於他不斷的軍機擾臺 看能不能外資不敢來投資臺灣 窮臺困臺 在裡面我們內部一些衰競的投降主義 聲音出來 那郭台銘就可以販賣 他講什麼大談派年代 他可以販賣他的關係 大家有些人不明就 你就會有想像 所以在這一點 我必須要講 我認為郭台銘是迄今為止 最危險的總統候選人 如果他出現的話 臺灣真的要非常小心 因為有人說 郭台銘為什麼是最危險的候選人 因為他的家當都在中國 有人說他百分之九十幾 百分之九十五的家當 六千億 甚至包括借款等等 是上照以上的是在中國 這下子還得了 那郭台銘這一部分民眾的質疑 他可能要講清楚 我們再看看 郭台銘有話對你說 臺北廠怎麼講呢 如果民進黨不能猜 他有四十趴的基本票源 你們要投給他 我也沒有辦法了 那你們就生個肺癌好了 四月三十二昨天 民進黨政府不敢正面迎擊 缺電的能源危機 再次採用斷章取義的老招 事實是民進黨缺電燒煤 有這一回事嗎 最近的綠電發展得這麼好 我們的天然氣發展得更好 那舊的燃煤系統也改為超超臨界 超超臨界就幾乎是等同於燃氣 只不過他必須要脫流的設備 臨界大家知不知道 什麼叫臨界 超超臨界 臨界點就是一百度 也就是說他從液體變成氣體的 那個點一百度叫臨界點 就是一百度 可是他是超超臨界 也就是說他是超過一百度 可能到四百度 五百度 這個時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時候就是整個會轉化 然後燒出來的 煤炭燒出來以後 他所產生的這些廢棄物 除了有流以外 幾乎跟天然氣是一樣的 大家搞得懂 什麼叫超超臨界 我物理讀得不錯 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講一下 不過很明顯的 我講的這一段 大家都知道說郭台銘 他講的這個是錯的嘛 那我們的數據在哪裡呢 慶晃怎麼來看呢 對 郭台銘在這裡面 你可以發現這個 要他不犯錯還蠻困難 要他不說錯話也很困難 所以人家才會說 他一講完話之後 馬上自己就被打臉 為什麼被打臉呢 來 第一個 他的失言讓大家覺得 看了是覺得要選總統 如果講話是這種高度 那就覺得很遺憾 竟然去詛咒選民說 支持非而嫁緣 你票投民進黨 那你就生肺癌好了 這個話是讓大家無法接受的 第二個剛剛勇哥所提到的 這個郭台銘在講 為什麼在論述說 為什麼這個使用這個 使用這個現在的電力的狀況 因為這個轉成是用燃煤的狀況 所以你會燒了很多的炭出來 就會得肺癌 但是為什麼要說 關於郭台銘講法是錯的 來 各位可以看這張上面 這個郭台銘講的最簡單的說法 是說他罵民進黨說缺電 所以去燒煤 可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剛好跟郭台銘講的恰恰相反 為什麼恰恰相反呢 你看這上面這個表 這個表是最清楚的 這個表是台電自己的資料 而且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那個永宏最清楚在台中 為了要希望不要用到這麼多的煤 所以要幹嘛 用天然氣來取代煤 所以相對的煤反而是稍的減少 是天然氣的數量是增加的 所以其實排碳本來就沒有像以前排這麼多 所以來你看 這個是台電的數字 用煤量使用燃煤來發電的數量 在103年2014年的時候 還有1839萬噸 但是你看到了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一百零七年的時候 已經下降到一千五百九十七萬噸 到了一零八年 就是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已經下降到了一千兩百六十四萬噸 到二零一二零年的時候 大概是一千兩百六十萬噸 這跟高峰期比起來 已經下降了六百萬噸一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數字 燃煤的數字是下降的 所以請問一下缺電少煤 這四個字有講對嗎 他是講錯的 因為不是因為缺電去燒煤 而是燒更多天然氣 不是煤 所以反而燒煤的量 因為考慮到空污的關係 燒煤的量是下降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上面非常清楚的是 從一零八年一零九年 一直到現在最新的狀況 都已經低於一千三百萬噸的量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講 郭台銘講的話 一講完之後 剛好就打臉給自己 然後你再看一件事 這個是也是臺電的資料 關於整體的空污排放量 下面是整體的空污排放強度 你有沒有發現 各位觀眾朋友 太複雜的這個數字 你不用去理解他 你太複雜專有名詞 你不用理解他 你只要理解這個數字曲線 是往下降的 兩條都是往下降的 這告訴你空污的量 他只有更少 並沒有更多 所以請問缺電少煤 郭董是從哪裡來得到這個結論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大家只覺得非常神奇的是 郭董竟然在上禮拜六的這個 他的跟與你說說話的活動裡面 竟然告訴大家說他要重啟核四 大家都覺得莫名其妙 而且最妙的是 郭台銘拉來站臺的旁邊 朱雪恩跟另外一邊的這個 余美人兩個人在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都是參加反核四大遊行 甚至告訴你說我反核 所以禮拜六的活動 讓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郭董講的話 跟郭董所創造的新聞裡面 讓大家覺得矛盾是越來越多 甚至剛剛前面美美姐在講的時候 郭董提到說他開啟大談判時代 他在美中他都有辦法 他可以讓臺灣少買軍武 各位等等軍武是為了我們面對中國威脅的時候 保衛自己 那郭台銘說他對美國關係有辦法 他什麼辦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在禮拜六的活動裡面 郭台銘是這樣講 他說我發現美國政治人物 只要答應他幫他創造五千個就業機會 然後美國政治人物就會聽你講什麼話 你要什麼他都願意支持你 你要進白宮他也願意支持你 可是我們只問兩件事情 第一個你說你只要給他創造就業機會 要創造就業機會要幹嘛 要投資要錢 那些要的投錢難道是拿中華民國政府預算去幫美國投資嗎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他說這個只要美國政治人物 你再幫他創造就業機會 他就會聽你的話 支持你的主張 可是問題在哪裡 違反美國國家利益的時候 請問美國政治人物 他會違反自己國家利益 然後去支持你的主張嗎 所以郭台銘所提出來主張呢 你會發現是沒辦法落實的 最後我講一件事情 其實呢 郭台銘那個跟侯以之間兩個之爭 郭侯之爭 講到說這個人家去問郭台銘說 那如果最後是侯以出現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呢 郭台銘說我會輔佐他 但是等等我們要問的是你真的會輔佐他嗎 你知道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來 各位可以看 在之前的新聞 其實就信傳媒有這篇新聞 報什麼呢 報出來說郭台銘 陸空兩站同時開戰 陸空兩站同時開戰 他有所謂的站的一手跟合的一手 合的一手是什麼呢 是郭台銘只要演談到侯友宜的時候 談到朱立倫的時候 講話一定都是客客氣氣的 不會罵人 但是私下這個空站的部分 透過文章 透過網路的宣傳呢 他對侯友宜能開砲都會開砲 所以你看上面有怎麼講 他說在網路貼文跟政論節目呢 則是針對侯狂轟濫炸 狂轟濫炸到什麼程度呢 狂轟濫炸到 你知道這兩天呢 這個一直有一個 有一篇傳奇的新聞稿 什麼叫傳奇的新聞稿呢 因為他還沒發出來 所以叫傳奇的新聞稿 那這傳奇的新聞稿內容是幹嘛呢 內容是在大幅的批判侯友宜 罵侯友宜罵得很兇 然後呢 這一篇新聞稿呢 傳說跟郭震營之間有關係 但沒有得到證實 所以我們才說 他的傳奇的新聞稿 可是他內容罵侯友宜罵到什麼程度呢 來 各位聽聽看 這個到底事後能不能產生 對侯友宜輔佐的效果 我是很懷疑 他內容提了三個部分 這三個部分講什麼呢 他講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講說 侯友宜對藍營的首長 對新北市以外正副議長 只有抱怨沒有好話 甚至有藍營人士痛罵侯友宜 插頭 然後有一名藍營人士指出 侯友宜明明就想選總統 但從來沒有打過一通電話 請託或打招呼 甚至對傅昆琦出重手 導致相當重情義的正副議長系統 對侯友宜感官大變 擔心鐵漢重拳會落到誰頭上 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講說 侯友宜本命區是在新北 但發跡地在桃園市 因為他當過桃園的警察局長 然後他談說 這個他是被朱立倫結緣 然後提拔的 否則藍皮綠骨的侯友宜 怎麼會有今天呢 可是他還提到一件事情 侯友宜對人刻薄的一面 舉例來說 桃園有一位退休 由子女接棒的流行議員 在議會的時候 多次護航陷阱局時代 局長的侯友宜 但侯友宜這幾年都沒有幫忙 該議員家族站台 這算爆料去壓彎了 第三個故事談到誰 談到李乾隆 國民黨的前秘書長 他講說有藍營大佬指出 國民黨前秘書長李乾隆 因為地緣關係力挺侯友宜 但是李乾隆辦了參會很多次 但是三次名單裡面 名單都有侯友宜 可是侯友宜都沒有出現 他說郭董是三顧茅庫 侯友宜是三次放鳥 放鳥三次 他說你看 如果侯友宜這種人家真心 想幫你搞組織跨出新北 但侯友宜一點面子都不給 難怪會造成如今 他話講很重 全臺二十二縣市 只有新北政壇挺侯的慘況 致用到這麼重 你就知道說這篇發出來的三個故事 很明顯的 他都是賤子侯友宜 在這個情況之下 郭侯之間 在這個我們講說徵召之後 要怎麼合 合得起來嗎 真的能真心輔佐嗎 這個大家心裡面 其實會有很多的問號 所以剛剛看到了 親皇所講的 我把它歸納成兩點 最簡單的兩點 第一點 這兩個人是反合的 站在他的旁邊 這是在郭台銘有話對你講的臺北廠 結果他說要重啟核事 不然這是在演 半倒一出 這大概是第一點 好 那第二點就是說 剛剛提到了有好幾點 什麼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什麼對桃園的 這些曾經幫忙侯友宜的人 侯友宜現在沒有報恩 沒有幫忙也就他無情無異 然後再講來講去 好像郭台銘是外表上 要跟侯友宜保持良好關係 溫良公錢人 內心要找人去K侯友宜 大家是這個意思 如果是這樣 跟中國一樣 硬的更硬 暖的更暖 這中國的打法 是在中國生意做太久了 學會了這一招嗎 還有一個比喻叫人前手前手 人後下毒手 那真的很可怕 不過我要讓大家看一下 剛剛講的有關燒煤的這個數據 不過郭台銘肺癌說 臺電說中火減煤近六百萬噸 這個剛剛親王講過 再給大家看 臺電火力空污減量 讓數據說話吧 二零一五年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因為小英是二零一六年 才當總統 硫化物 四萬一千兩百二十七噸 到了小英執政的去年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減到一萬三千六百三十五噸 減量六十六點九 這個是硫化物 因為我們燒了很多什麼 天然氣 而我們的燒煤炭 都改為超超臨界的鍋爐 所以你看硫化物大量的減少 氮氧化物呢 從國民黨執政的五萬八千五百六十九噸 變成了民進黨執政的兩萬七千三百五十六噸 減少了五十三點三趴 再來看看栗狀的污染物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三千八百六十七噸排放 民進黨到去年執政的時候 剩下八百四十八噸 減量七十八點一趴 所以看到這個數據就可以說話說 郭台銘 你是不看這個數據哦 為什麼要真的已經說下話了 人家現在在問你這件事 再來我們再看 再攻郭台銘肺癌說 民進黨黨團質疑說從啟何事 侯友宜會同意嗎 所以我們看看林靜宜怎麼講 蔡植鎮七年臺電的空污排放 整體少了六成以上 再看看這是胸腔科的醫生杜成哲 他說幕僚團隊裡面沒有一個人 能夠先問過一個專科醫師 避免老闆這樣失分嗎 所以郭台銘不服就不要說 如果要說你也拿正確的數字 所以會照好 所以你在立法院看到這些數字 都是公開的 而且是有立法院的預算 可以支持是這樣子的 那為什麼郭台銘要亂講呢 郭台銘想要選總統 當然是他的權利 不過你要選總統的人 在討論國家大政的時候 你應該是秉持一個事實 而不能用這樣情緒上 或者是政治上的抹黑扭曲來做發言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臺電 我們說臺電 我們目前是不是燃煤燃煤發電 到底是量是增加或是減少 或者是空污是增加或減少 這個都有數據的 所以剛剛勇哥所講的 我們在臺中 臺中的火力發電 是這幾年是減了六百萬噸 然後他相關的無論是硫化物或碳氧化物 或栗狀污染物 他平均是少了跟二零一五年比 他是二零二二跟二零一比他平均少了 將近百分之六十的這些排放物 所以整體上來講 就應該說我們藍煤 藍煤發電比例下降了 我們的空氣是比以前好的 這個是一個事實 所以郭台銘你要講發電這件事情 你要比例事實 那你當然可以講 如果說他身為一個 他身為可能的候選 你要講就是說 他如果他當選 他就他他大大方講說 他支持核子發電 他支持重啟核四 他支持要怎麼做 這個是他的權利 他只要講清楚 但是他不能用一個錯誤的一個事實 來講這件事情 好 另外郭台銘 他除了用錯誤的數據之外 對國民黨來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郭台銘講的 他對 就是說 除了他錯誤的數字之外 他他他他講的 他當然是支持核子發電 那對國民黨來講 那國民黨你到底知不知 他的言論 他可能是會候選的 或者是可能成為候選的侯友宜 你到底知不支持 或贊不贊同郭台銘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跟做法 我覺得國民黨要講 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不能只是用這樣 政治上的這樣口水來講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說 郭台銘 你當然講你的政策等等 那你就盡量去講 但是我覺得怎麼會有一個人 講政策的時候 會去講說 讓你讓你就是得肺炎 或者肺癌 我覺得奇怪 而且道歉有如此艱難嗎 我們常常會跟別人競爭 有些無論是事業上也好 或者是在政治上也好 或者說我們跟他競爭 但是我們不會講說 你如果要支持我 或是你怎麼 不然讓你去到 或是有什麼癌症 這個其實超乎我們一般的 我們對人跟人之間的 相處的一個道理 跟人做人的厚道 那你講了這樣講錯話 那你就大大 你就應該很誠懇 去做一個道歉 但是我覺得郭台銘 在這件事情上 沒有做一個好的一個說明 跟道歉 最後我們才在想 就是說那郭台銘除了講 那個核能電 核能的發電之外 那其實他昨天也對詐騙的 這些事情也發表了一些 信口開合 又信口開合 我這個詐騙就打擊犯 打擊詐騙集團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不分朝野 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情 當然我們也知道 他現在所面對 包括跨國型 那新類型等等 我們都應該去做 但是我覺得 當然他這個是博板面 這個博板面 但是他不能應該講 就這個就好像有一點像 他他現在就講說他以後應該會怎麼去做什麼等等 就好像有一點 就他每次講說只要給他三十天 他就會給一個全新的臺灣什麼等等 我認為說郭台銘你要進逐這個大位 對很多的政策 你不能只有批口號式的這樣的講出來 然後應該具體的說明出來 而且我們也應該要避免說在山口上去做撒鹽 我覺得那是會讓社會上更加的對立之外 其實對我們國政的發展是沒有正面的幫助的 所以其實有人說 只要我當總統 我保證我們的國家都沒有任何犯罪 你一聽都知道那胡說八道 因為不可能一個國家會好到都沒有犯罪 我舉個難聽話 一個人再怎麼健康 多點也有胸膛 腳也會失調了 我都沒有 我就不信 你完美到這個程度 對不對 都沒有老人班 老人都沒有老人班 郭台銘你告訴我你有沒有老人班 你那麼完美 不可能 年紀到了就會老人班 這個社會再怎麼樣的好 總是會有一些我們所謂的老鼠屎 那警察就在負責這些工作 這永遠不可能消失 不要騙人 給他九十天 他可以讓臺灣這些犯罪通通不見了 打死我都不會相信 因為我當過內政部長 我知道了 沒那麼厲害 郭叫侯友宜出來講 看他敢不敢這樣講 所以我其實要問一下靖遠 肺癌說可以說 人家說 如果沒有選我 你會中肺癌 可以這樣說 然後數據是在這裡 我們的煤 天然氣 臺灣全部都是進口的 進口的都是有數據 而且買煤 買天然氣 都是要經過立法院預算通過的 這不可以嚇唬 郭台銘怎麼連這個數據都胡扯 怎麼這樣子呢 當然第一個 拿人家的健康來做這種比喻 我想比較不符合臺灣人民書風情 這個是第一個 那我仔細去看郭台銘董事長 他內文他要講的比喻 他是在講說 重點就是說 現在電如果不夠用 影響到經濟之外呢 另外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用更多的火力發電 我講的是他的想法 所以說必須燃更多的煤 那就會影響到整個空氣污染 甚至很多一般臺灣普遍民眾 確實就認為說 這樣會造成我會不會得肺腺癌 但另外一個我們上一趴在講說 這個民調其實聯合報這次做的民調 除了總統候選人之外 他另外還有針對兩個 一個就是說 認不認同蔡英文總統的非核家園的政策 另外一個是兩岸短時間會不會開戰 針對非核家園裡面有44%的民眾都認為說是不支持的 他們不認同這件事情 第一他們不認同 而且第二他們覺得做不到 那裡面只有33%左右支持 那當然還有23%左右是沒有意見的 所以說這裡面反映出來是 大家可能覺得說確實非核家園 就是說在非核的情況下 我們電又要足夠用 他們覺得可能或許比較不務實 那郭台銘我認為他想要強調的 可能是他覺得說他可以務實提出能源政策 但是一旦用錯了詞 人家放的重點都不會在這邊了 如果他接下來想要去談能源政策 他想要展現出他未來有國家治理能力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要提出更完善的能源政策 例如說好 你核四你要重啟的話 很簡單啊 公投的時候大家已經把它否決掉 所以你是不是好 那我當選總統 我馬上又要再辦一次公投嗎 你也要這樣子講 但是也沒有 那核四能不能用 這個又是另外一回事 還是你要再蓋新的核電廠 我覺得這個是郭台銘董事長 他必須要去講的 如果你真的是要就能源政策上面來討論的話 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講的 我覺得藍跟綠 還有包含說郭跟猴 有人在講說郭台銘提這個 是不是要去針對侯友宜 因為畢竟核能嘛 然後會跟新北市有直接的關係 我倒不是這麼講啊 或許有一點這個意味 可是很重要就是說 確實缺什麼補什麼 侯友宜大家會覺得說 他要去補這個國際兩岸的血分 那郭台銘呢 他或許覺得他這一塊比較強 但是呢 治理方面的 他必須要去提出更具體的政見 那現在就是一個好機會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說還有給他三十天嘛 現在已經五月了對不對 只剩下大概兩個禮拜左右了 你如果要提出來除了能源之外 其他經濟你要怎麼走 朝什麼方向 你要從什麼治理方式去做 我覺得他應該利用這個場合 更好地去釋放 要向郭董講一句話 其實台灣最好的要不缺電 而且現在很多的ESG 我們的社會責任裡面 很多公司的社會責任都要用綠電 包括我們很多的外銷 我們科技產品的外銷 包括這些晶片晶圓 通通要用綠電 請問郭董 你有沒有在經營綠電 有啊 你的弟弟郭台牆不就有光電的公司 有在做光電啊 你不懂嗎 我要問你這句話 你們有在做光電 你不懂嗎 然後廢核家園已經被公投否決了 你不知道嗎 還打這個 然後詛咒我們國民會得肺癌 這實際上有機關的人通 有這種人 所以有人說他比侯友宜危險 原因就是在這裡 他雖然是比侯友宜危險 可是他現在危險已經零了 因為現在已經是垃圾時間 昨天朱立倫去講說 我不是要提名一個人 是要提名最強站隊 那朱立倫講這句話就很奇怪 那我們現在比民調不都比人 難道還去比說侯站隊 還有分什麼郭站隊 然後把鴻海還有富士康人 都加在一起下去比民調 不可能嘛 那朱立倫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包括說今天侯友宜 他在新北議會裡面 直接國民黨質詢 全部改書面 如果侯友宜他有危機意識的話 他應該讓國民黨那些人一個個上海 才讓他去演講去作秀 那為什麼侯友宜要休兵 他知道郭台銘已經沒了 朱立倫他去講說這樣站隊的意思 什麼是我 朱立倫的站隊 因為侯友宜的市府團隊裡面 副市長謝震達 新北市的這個捷運的董事長 林宥賢跟副秘書長張其強 全部都是朱立倫的人 朱立倫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人 這些站隊是我熟悉的 隊長是我 候選人是侯 所以過現在這兩個禮拜我們就看侯友宜他明明就已經是垃圾時間 一直很努力很激情在那邊演 一下去去罵核四 一下去罵詐騙 其實這比賽已經結束了 這是荒謬的地方 但是我們還是要很理性的去分析一下 從二零這個一五年的這個時候的話 再生能源四點二趴 到去年的時候是八點六 然後前年的時候是六點三 再生能源一直在增加 燃煤的部分的話 從原本跟燃氣幾乎是一樣 到二零二一年的這個時候的話燃氣已經比燃煤多了七趴左右 而且這個趨勢還持續在改變當中 那另一方面郭安明他不是說什麼九十天會解決詐騙嗎 結果查一查發現是說 這個富士康坑殺商家 被控說這個商店街的這個廠商 負責招商業者幫富士康帶電七百多萬費用 富士康還不認帳 還被富士康騙 富士康是紅海集團的 那郭總不是紅海集團十二趴股份是大股東嗎 那為什麼這個你們底下也會發生這種廠商 會覺得自己被騙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一個國家內的詐騙 還是企業內的財務糾紛 本來就是常常會發生的這個事情 那郭台銘之所以要拿這件事情出來去講 跟他去講的這個核四目的是一樣 核四是針對侯友宜 侯友宜不敢的去挺這個核四公投 所以說現在郭台銘提這件事情 就是要提醒國民黨的人 侯友宜當初怎樣怎樣 可是從前面講的這個民調也看得出來 這民調對藍營很有利 因為賴清德是稍微落後 但是裡面當中你會發現說 國民黨的人挺侯友宜是五十一趴 郭台銘只有三十三 光是這個就已經決定朱立倫 為什麼要去選侯友宜了 因為他們兩個人在整體的民調上 幾乎在誤差範圍內 但國民黨的支持者又幾乎都是挺侯友宜 居多的情況下 這個時候你要挺郭是沒有正當性 除非郭是比侯多五到十趴左右 那你挺他才是合理的 如果他們根本郭侯在誤差範圍 那郭是沒機會嘛 那再加上是說原本說六月底再提 你給郭台銘一些時間 讓他去跑一下 結果現在說五月十七號可能就會提名 也就是剩下兩個禮拜的這個時間 所以現在變成說全臺灣已經大部分都知道說 郭台銘沒戲了啦 就他一個人演得很起雞 挖一下跑去高雄講什麼 一下跑到臺北講什麼 但每天講什麼就暴露出了 其實國民黨這些人 他是沒有中心思想 為反而反了 我們看到了郭台銘 似乎很多人講說 他好像都會亂用數據 真正的數據不用 隨便亂打 那他除了隨便亂打 然後侯友宜就會讓他亂打嗎 不會的 我們看看一些相關的報導 藍議員將作囚 侯呢 順勢來發表類政見 侯瑩說 侯比郭台銘更耐打 侯瑩人事分析 民進黨現階段的選戰策略是打侯尊郭 對郭台銘的琢磨不多 因為民進黨期待大選的時候能夠對上郭台銘 畢竟郭董尚未被選舉真正檢驗過 綠營研判可發揮的空間會更大 這也代表民進黨害怕藍營最強的侯友宜出現 哇 這個也很厲害 很會講這個 不過好像很多人都說郭台銘更可怕 不過我們再看挺侯藍尾要造勢來助攻嗎 藍內優插槍走火 質詢結束前侯不會有大動作嗎 爭取國民黨總統提名的洪海創辦人郭台銘 四月訪國動作頻頻 另一熱門人選 新北市長侯友宜 則要到五月中旬才結束市政總質詢 外傳有挺侯的燃尾 你在黨中央徵兆之前 醞釀舉辦挺侯大會 以營造聲勢 但黨內人士表示可能性不大 會辦也是徵兆過後 全黨在一起營造團結慎選的氣勢 這個有意思 所以開始 他們的空戰開始了 在這裡 侯友宜 開始有人就問你了 子彈亂飛 水牛亂竄 治安敗壞 四伏百爛 新北市街頭亂轟轟 淡水 最近又發生了 有人開槍 被打中了小腿 然後奔牛節不去西班牙 臺北就有了 不用去西班牙 這是左看廷指出侯友宜管理下的 新北市亂象平出 子彈亂飛 水牛亂竄 團隊無心事政 真的夠了 新北市的回應說 判明代讓事件回歸專業 不要亂噴政治口水 造成社會恐慌 這個有意思 美美 這個水牛亂竄 子彈亂飛 我老實說實在是太丟臉了 侯友宜的本業不就是這個漢子 然後探長嗎 可是六十四槍 怎麼樣 六十四槍才剛過 現在又來了 這個水牛可以亂竄 子彈可以亂飛 就在新北市 那為什麼 很簡單嘛 這個市長無心事政嘛 他就一心腦門的 就想要選總統嘛 那我只想請問大家 你市政都管不好了 你有辦法管國政嗎 但是這就是侯友宜 甚至於新北市議會可以配合他到 對不對 這個不只是總質詢提前 完全斷了這個程序 國民黨的議員好像也全部都改成書面質詢 連口頭質詢都省掉了 那就是說他總質詢時間更短了 哇 這個太離譜了 要讓他去衝嘛 因為如果預計到五月十五號的話 你看看到離到五月底才多少天 郭台銘已經一站一站列車一直開動了嘛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緊張嘛 那因此他的心不會在市政上頭 那過去呢 說實在話 坦白說啦 我問了我住在新北市的朋友說 侯友宜到底做得多好 因為他以前的民調非常高 說真的 我的朋友們都都說不上來 就很多人覺得感覺還不錯 他不太像傳統的國民黨 好像 好像有認真在做事 有沒有快智人口的政績 想不出來 在安安有比較好嗎 想不出來 有大建設嗎 想不出來 但是感覺不錯 他過去販賣一種 行銷包裝之下的感覺 問題是這個形象 現在一層一層的在剝落嘛 這個形象當他 尤其是當去年 新北市民還是付託給他 因為那時候問他說 他都會不會選總統 他是非常技巧在迴避 那現在圖窮而筆懈嘛 所以為什麼連本命區 新北市政府所在地的板橋市民 都這麼反彈 所以在新北市各位來看看 賴清德的民調是遠遠強過侯友宜的 侯友宜當了幾年的市長 在家之前的副市長 那表示說新北市民都對於他投下了反對票嘛 那特別是你看看 最近這一連串荒腔走板 而且那天質詢我看的是非常難過 你看這質詢侯友宜的時候 他是嬉皮笑臉耶 他有當一回事嗎 有人幾乎要丟掉性命了 大白天的開槍了 這麼多還有一些暗夜的大火 這些一大堆的事情 現在崩牛了 請問一下侯友宜有正視過嗎 還是侯友宜他震怒 他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就是那形象 那假象要繼續維持 就是他要解套 要去選總統 那我聽說那一天當陳士軒問完他 連一法三公報 一法他講不出來的時候 他在那邊說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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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後來鏡頭沒照到的地方 他震怒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 連一法都不知道 台灣關係法他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講不出來 所以他說 你說 他的習慣就這樣 對 他沒有回答 他不敢回答 他說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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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以反過來叫議員說呢 議員在問他耶 對啊 我若是議員就說 那我說好 你下來我當市長 你來聽我說嘛 對不對 這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那這個就是說 他的心心念念的 只有選總統這件事情 私底下還震怒 我聽說 他憑什麼對議員震怒 欸 借質詢他的是陳明毅的兒子 對齁 陳明毅的兒子 他也許本來認為說這是友軍 你如果把他撈開 但是我請問你 陳明毅的兒子有故意要撈他的開嗎 有刁難他嗎 一法三公報六保證 他回答不出來 陳明毅的兒子也沒有刁難他 沒有啊 沒有 陳明毅的兒子 只有說Oh my God 只有講這一句話 那我想到黃捷的那個白眼 他說 他那個樣子 所以他那個剛開始 其實還是有點動怒 後來那邊說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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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時候是笑笑講 可是那個越笑笑容越僵 那所以他如果說他真的震怒 他震怒的不是為了新北市政 是這個樣子 他震怒的是為什麼他的草包 他的假象一件一件這樣被剝落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了侯友宜的問題也蠻多的 不過侯郭怎麼打 我們再慢慢的看下去 在看下去之前也要讓大家知道 有一個人回國了 一回國又說錯話 竟然把希臘說成西藏 希臘 西藏好像有交集 通通有個西 就像他當時講 馬紹爾群島 跟我馬英九是姓同樣的姓 都叫做馬 馬紹爾群島 這個是一個國家 他說他姓馬 我馬英九姓馬 所以我們通通姓馬 這聽起來露氣味 來 看個相關報導 前總統馬英九結束希臘行 國民黨立委帶著國旗接機 馬英九好心情藏不住 在入境大廳發表反國談話 總統你累了嗎 怎麼才反國就把希臘 講成西藏 南部城心裡總有個中國存在 畢竟在德爾非經濟論壇上 不但痛批總統蔡英文兩岸論述 違法又違憲 強調台灣和中國同屬一個中國 回國再喊話 要避戰對話 以謀和平 進行避戰的對話 這以謀和平 要求民進黨政府要確實遵照 中華民國憲法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來推動兩岸關係 副總統賴清德痛批馬英九的一種主張 堅持兩岸不是兩國 才能堅定守護台灣 是把台灣帶回過去 但國民黨主席朱玉倫顯然不認同 有的時候講我們一百一十二年 有的時候又講我們只剩下七十八年 或是七十九年 我想這個才是真正的違憲 我們所有論述的基礎 都是捍衛中華民國 他講的說法只是要屈從於中共的需要 把台灣置於一個中國之下 對於國民黨撕不掉的親中標籤 黏得更緊了 馬英九歇那行 總統頭銜被矮化 還不忘幫中國說好話 讓外交戰變成藍綠內戰 所以馬英九頭腦不知道想什麼 不知道 馬哨爾群島也姓馬 馬英九的姓馬 所以是通宗嗎 怎麼想都想不通 不過讓大家看看 希臘絕對不是西藏 他自己也知道他講錯話 反希臘反國 馬英九說 推動兩岸關係 要遵照憲法跟兩岸條例 不過馬英九本人也曾經 在二零零三年公開講過 如今根本是自我矛盾 那講過什麼 兩國互不隸屬 兩邊互不隸屬 那我們再看看馬英九的九月政爭 又稱為馬王政爭 時任總統的馬英九 以召開記者會的方式 公開指控當時的立法院長王金平 涉刑不法官說 結果呢 當他指控著王金平不法官說的時候 他反而去跟檢察總長黃世銘 三個三七億 在總統官體嘻啦嘻啦嘻啦 欸 檢察總統辦案是獨立辦案 可以聽馬英九的指揮嗎 所以馬英九干涉司法 這麼一個讀法律的人還抬到法律系 哈佛法學博士可以這樣公開的干涉司法 來修理立法院長王金平嗎 所以大家想到說真正違法亂憲的 就是馬英九嘛 對 因為他裡面有一件事情 其實我跟友宏上個禮拜有討論 那為什麼你看馬英九講說 他今天還在講一次 臺灣跟中國同屬一個中國 如果沒有這樣的話就是違憲 你知道這句話 他的矛盾點在哪裡 他的矛盾點是在於說 我們的憲法裡面並沒有說 臺灣地區跟這個大陸地區 同屬一個中國 我們的憲法裡面講的是 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 但是我們的憲法架構是什麼架構 是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 你有沒有發現他現在要偷渡概念 偷換概念 他要偷換什麼概念 他要直接把這個 在中華民國直接變得等於中國 所以他才會告訴你說 兩邊都是屬於這個中國 你知道嗎 所以他要故意用這個方式簽一個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但問題在於說 我們認同的憲法 叫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認同憲法 沒有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我們也沒有認同一個 叫做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 同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下面這樣的一個架構 所以你會發現他自動把他跳了一個邏輯 跳過去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跟中華民國憲法 都有談到這件事情 所以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但等等 這句話尷尬在哪邊 你知道兩岸互不隸屬 是2003年的時候 馬英九自己講的 但是你馬英九今天面對說今天媒體都問說總統蔡英文總統所提出來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句話 馬英九現在被媒體問到說你當年不是也講過說互不隸屬嗎 馬英九講法是說我的講法是兩岸互不隸屬 我沒有說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就是狡辯嘛 這不是狡辯是什麼 不然我問你 臺灣海峽這一案 他不是叫做臺灣 他不是叫中華民國嗎 臺灣海峽那一邊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所以什麼叫做我只有講兩岸互不隸屬 我沒有講那個什麼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就是一種狡辯的講法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可以發現 是馬前總統在偷渡邏輯偷換概念 但是問題在於說他偷換的概念 會把臺灣置於兩岸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問題 變成國際間很難插手 所以他對臺灣來講反而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訊號 我先講一個邏輯給大家去想一想 前面的朋友們 記住喔 我相信很多人喜歡吃香蕉對不對 請問猴子愛不愛吃香蕉 愛嘛 猴子吃香蕉 你在吃香蕉 所以你就是猴子 這個邏輯對不對 我們這麼多來賓在這裡 誰能反駁 這哪裡錯 猴子愛吃香蕉 你愛吃香蕉 所以你就是猴子 哪裡錯 哪裡錯 好像對吧 猴子愛吃香蕉 對 然後呢 你愛吃香蕉 對 兩個都對 政政得政 負負得負 負負得政 所以都對嗎 錯 錯的離譜 為什麼錯 這個叫做理則學道大詞不當周篇之過 所以呢 中華民國簡稱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 所以通通叫中國 這個叫做偷渡概念 概念在偷渡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猴子愛吃香蕉 告訴你啦 不是只有猴子愛吃香蕉 大象也愛吃香蕉 所以你會是猴子嗎 因為人也愛吃香蕉 所以不要被馬英九的邏輯給騙了 所以中國不是說中華民國叫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中國 所以我們通通叫中國 就叫做同一個中國 這叫胡說八道 這樣聽到嗎 聽到嗎 應該聽到吧 所以我在講說這個邏輯 我們讀法律系 理則學是必修的 這個除了馬英九 他法律可能沒有念得好之外 我覺得其實馬英九 現在講話的這個馬英九 我們如果往時間往前推 兩千零三年的時候 他講說兩岸富不隸屬 兩國就是無論 無論叫兩岸或中華民國 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一樣的意思 就是不隸屬啦 當然是不隸屬 如果隸屬的話 我請問大家 那我們明年幹嘛 憑什麼選總統 我們隸屬的 隸屬中國 明年他選總統 不是很奇怪 我們還有自己的部隊 我們自己的國會議員 自己的法律 當然是不隸屬 而且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來沒有有一天統治過 我們中華民國 所以兩岸是互不隸屬 兩千零八年 馬英九要選總統的時候 第一他選任總統的時候 他也說一句明言 就是說臺灣的前途 應該由臺灣兩千三百萬人 來做決定 好 兩千零八年的馬英九 跟兩千零三年的馬英九 他講兩岸互不隸屬 臺灣的前途 因為臺灣人做決定 但是當他卸下他總統位置的時候 他馬上一改 其實我覺得他講的 當時二零零三年跟二零零八年 講的那個是基本的是主流民意 那個時候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他很清楚 他要競選總統的話 他不能去違背這樣的主流民意 所以他必須講出符合臺灣人民 新生的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們非常遺憾 他一旦卸任這個總統的時候 他講出的是跟我們這樣主流民意 是完全的違反我們的主流民意 而且講的其實他講的 這其實在臺灣是非常非常少數 就算就算是國民黨 國民黨裡面 我也不認為國民黨裡面有多數人 就符合他這個言論 那馬英九為什麼要這樣講 馬英九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每一個人大概你的歸屬 你有你的情感 比如說你的出身背景 也許你有你對你對中國 有一個歸屬上的一個可能的情感 但是你這樣的情感 不能你稱為一個卸任的總統 你不能把他混淆 變成是一個國家的一個方向 最主要是說我們國家內部 當然他不會才是太大影響 但是外界會怎麼看待我們 就國外會去看待我們說 這個卸任的言論手講的 好像是代表臺灣好像 是不是有另外一種聲音 是一個分裂的一個狀態 其實我這個 那個是對臺灣來講 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傷害 那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覺得馬英九 已經很久沒有人注意到他了 但是這最近他的 他的這樣的言論 好像Tina自己增加了一些聲量出來 但是我們在還是要呼籲他 真的是要多多思考 臺灣這塊土地 曾經給你八年擔任臺灣的元首 你應該念之在之 你當時你為了選舉所講的話 到現在仍然是臺灣的主流民意 你應該念念到這一點 所以我看到馬英九的邏輯 真的不太好 他一直想要偷換 我們所謂的一個概念 當他偷換這個概念 我們很多人都被他騙了 就好像以前國民黨 在我們當兵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 我小的時候 國民黨常常說 我們信不信關公 信關公是中國人 所以我們就是中國人 常常我們以前小時候聽了 都對喔 如果你信基督教 你不就以色列人 你如果信佛教 你不就印度人 沒有 尼泊爾人 你也尼泊爾人 對不對 你怎麼會不會 這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怎麼可以這樣亂扯呢 所以偷換概念 是馬英九常常做的事 不要老是告訴我們 你拜媽祖 媽祖會中國人 所以我們就是中國人 有人這樣 這叫胡扯 那我不客氣了 要把這個邏輯概念告訴大家 不要被他騙了 那我們再看看 除了被他騙 我們有一些媒體 真的很奇怪 媒體的責任 其實要很注意 把整個邏輯要告訴大家 我們來看看 媒體報導聯絡報 漢光三十九號演習 五月電腦兵推 船首度推演空中安全走廊撤僑 國軍漢光三十九號 三十九號演習 電腦輔助指揮所演習五月十五日到十九日實施 外傳美方建議演習 要想定納入開戰的時候 要開設空中安全走廊 撤離美僑在內等各國僑民的科目 這個就是所謂的疑美論 然後戰爭與和平 來恐嚇我們臺灣人 漢光演習有演練撤僑嗎 國防部立即辟謠說 媒體報導與事實不符 這個國防部馬上回應 媒體報導與事實不符 這個很簡單的東西 他為什麼可以用船就可以這樣講呢 顯然會不會納入了所謂的認知作戰裡面 我們再看看 央視首播航拍中國裡面的臺灣篇稱同根共主 聲稱大地不斷的變化 但從未改變的是家鄉的味道 以及同根共主的文化傳統 所以反統戰國防部仿中國影片的風格 回敬中國大內宣說他們就是不懂 政戰局在影片中來批 中共光說美麗的臺灣風景 卻閉口不談臺灣的自由民主 光說寶島臺灣的美麗風景 閉口不談臺灣的自由民主 立即來反制 所以中共始終只看表面 不顧內涵的心態 這讓這些幕後人員辛苦拍攝 製作出來的節目 變成膚淺 十分可惜 你看 所以中國實在是出頭有夠多 永鋒怎麼出頭這麼多 中國基本上就是一個不誠實的國家 這個不是我們現在才講 中國這個民族也是嘛 所以以前魯迅才講一個阿Q精神 阿Q精神不是指 魯迅村子村頭裡面 有些人說阿Q 魯迅的意思是說 你全中國人都是這種阿Q精神 阿Q精神放在現代就是什麼 就是大內宣跟大外宣 明明自己是獨裁 說別人獨裁 有沒有 經常在指責 你看你美國 你的人權有問題 你的司法不中立 他自己是沒有選舉的國家 講你臺灣 說你臺灣 怎麼樣很多的狀況 吃不飽 然後連我們 大家記不記得 去年我們普渡拜拜的時候 都說什麼 你看臺灣現在狀況很危險 所以大家在路邊擺路邊 還在那邊吃東西 這是很好笑的事情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他們要操作 其實就是一個以美論 事實上根據美國 包括英國跟澳洲 AUKUS他們做出了一個研究 報告就是說 受到假訊息攻擊最多 全世界哪裡 大家知道嗎 臺灣 假訊息攻擊最多就是臺灣 假訊息的發動者 最多來自哪裡 第一名中國 第二名才是俄羅斯 俄羅斯的攻擊 當然包括歐洲 烏克蘭 還美國 但是中國把假訊息 大部分集中在臺灣 我們臺灣現在還有很多人 要接收這些假訊息 當然接收假訊息之外 還要有一些馬前族 這我們上一趴講的 剛剛包括馬英九 這些馬前族 在幫忙他做事 講一些是是而非的 勇哥剛剛是用法律來 我不相信勇哥 馬英九也讀過法律 應該學過理哲學班 他是被當調的 如果是這樣 我就要必須說 他就是穿西裝的露襪 無賴在那裡黑龍 制度 偷天喚日 配合這些假訊息 假訊息的目的是什麼 第一個就說疑美論 第二個就說我們同屬一個中國 叫這個理由 我要跟大家報告 美國跟英國也可以說 我們也是兩岸 大西洋兩岸 同屬一個 安格斯克森民族 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我們也是同文同種 但是你有沒有聽過美國人在說 說你的阿公 你的阿祖是從英國來 是從德國來的 所以我們是同一個國家 沒有這種事 媽祖跟關公的年代 也沒有中國 對不對 所以現在他們所有東西就是以假亂真 用假 中國的假訊息用假的 馬英九也用假的 還有很多國民黨 或者親中的人士都用假的 這個是我們臺灣 在明年大選 坦白講 這是我們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事情 我簡單再告訴大家一件事 我記得在節目 我講過應該很多次 血緣 文化 宗教 語言 這些都不是國家的要素 記住 包括文化 生活習慣 血緣 語言 血緣都不是國家的要素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同樣信同一個宗教 可是是不同的國家 歐洲很多都這樣 基督教為主 我們看到中東 很多是信回教 也不一樣的國家 講同樣的話 也不一定是同一個國家 所以不要被這些騙了 血緣 那從美國更看得出來 他們的血緣是幾乎民族大龍爐 太多太多人到美國去移民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一點的時候 我要讓大家看 北京平民來恫嚇武統台灣 中國網友發文稱 不願意上戰場 北京當局平民恫嚇武要武統台灣 但近來中國網友爭相轉傳 開戰絕不上戰場 也不會讓孩子去 這國家不值得我去打仗 再看看誰叉叉發動戰爭 鼓吹戰爭 誰就是民族的罪人 很多的網友說分析得非常好 對 讓有權有勢的人去衛國 這個都是中國的 戰爭令百姓遭殃 所以換句話講 連中國 很多人 中國的網友都知道 不可以這樣子 那為什麼繼續恐嚇 來恫嚇台灣 所以從這裡再加上滿意久的 這些所謂的什麼 同屬一個屋頂 同樣一個中國 用這種錯誤的邏輯來騙我們 政賢 我說的 不要叫政賢邏輯有問題 當然第一個 我覺得兩岸 兩個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 絕對當然是互不隸屬 這個應該跟大部分台灣人的認知是一樣 那當然馬前總統過去因為他自己的 無論是以前受的教育還是什麼 他有他的認同 他的認同當然是整個大中國 我現在講的不是政治上的中國 文化上的中國 歷史上的中國這樣子的認同 所以說依照確實 你以現在憲法來看 一中憲法他去談這個東西 我覺得他是在談他的認同 但是確實已經比較不符合 現在台灣的主流民意 那我們有沒有修憲 那個是後面話的事情 但是兩岸絕對是互不隸屬 這個在政治上面的現狀 這是絕對沒有錯的 那兩岸當然要和平相處 你說連真的 你看連大陸的網友自己都講了 對不對 一天到晚他們的政府 在那邊恐嚇台灣文攻武嚇 結果自己的網友也在講說 不想要有戰爭 我們也不想要有戰爭 他們也不想要有戰爭 所以其實民心的交流 才是我一直在講 民心的交流才是最重要的 如何縮小兩岸人民的心靈距離 我們對他們夠認識 他們對我們夠了解 那彼此諒解 比如說我們有我們的認同 對不對 他們有他們的認同 那未來彼此認識 相互認識之後 他們也會降低對我們的敵意 跟意圖啊 那這樣子兩岸才可以 真的和平發展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無分藍綠 大家都要努力去促成的事情 只是大家促成的出發點不一樣 像馬前中央也認為他在促成這件事情 只是說他的國族認同 他認為是一個整個大中國的想法 那對於我們來說 文化上 歷史上 血緣上 生活習慣 宗教信仰上 你要說我是中國人 可以啊 但是這個不是政治上面 因為在政治上面 這個中國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他畫上等號了 我現在到國外去講說 Oh I'm from China 他們會跟你講說 Oh Republic of China 不會啊 他已經知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所以我們出去 你問我 我會說 I come from Taiwan 我是台灣人 但是呢 我拿著青天白日 蠻跌紅的國旗 我會說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個其實就是 所有內化在所有台灣人 內心中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 無論是藍還是 無論是綠 大家都會去做這個 針對討論 但是我覺得 其實 你到路上去問 大家的認同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 其實 我覺得 有時候 政治上面這樣子 大家會有不同的 不同的爭執 不同的出入看法 可是以實際上來說 我覺得這個應該 無分藍綠 大家都可以認同 台灣就是我們的土地 就是我們 驚訝我們要安生立命的土地 這真的要認清這塊土地 這才是真正的根在這裡 所以我要講說 語言宗教文化學員等等 都不是國家的要素 永遠記住我這一句話 我們再看看中國 中國阻止歐洲記者調查海外警察局 栽贓他是使館炸彈客 全套的劇本都曝光了 中國跨境脅迫出新招 調查中國海外警察局的 歐洲吹哨者 不只接到恐嚇要求噤聲 更多次因有人舉報放炸彈 綁架而遭拘留 所以總部位於巴黎的 無國界記者組織 對在荷蘭和德國的兩位記者 因為調查中國遭到新型手段跨境脅迫 表示譴責 要求相關當局加速深入調查 以揪出騷擾者 所以我們看看 這個是我們看看蘇達尼 蘇達尼是所羅門群島第一大省的省長 臨近島國與中國建交後天翻地覆 這第一善人的省長拒絕親中遭到罷恕 接中共如何金錢滲透 中國企業在虐奪資源 不僅破壞環境 更製造不平等 導致社會撕裂 所以你看中國用各種方式 無所不用其極 所以從這裡來看 黨統怎麼來看中國大內宣大外宣 難道我們臺灣人 還看不清楚 沒錯 這個國外都有已經發現了 因為現在是說河南有二十年的 一個很大報社民眾報的一個記者 然後他因為有去訪問中國的一個異議人士 他流亡到海外去 結果就因為這樣 被中國的海外警局給盯上了 他們做法是通德惡劣跟荒謬 他竟然在荷蘭的海牙這邊說什麼 中國駐這裡的使館遇到炸彈威脅 請當地的這個警方看看 然後就說這兩位這個一個記者 跟這個中國的異議人士 就說他們是放炸彈的人 然後接下來在挪威 就再度講一模一樣的一個做法 說他們在挪威的駐中國這個使館 也有安闖炸彈 也就是把這些報導真相的這些記者跟說出中國真相的異議人士 都講成是炸彈犯 那當然歐洲那邊當地警方查一查之後 發現中國在那邊報假案 在那邊這個衛造 所以說這些事情反而使得歐洲這邊更對於中國是更加的為提拔 但我回到前面講的是說 我覺得剛剛敬妍有個事情 我沒辦法同意 因為你說要去跟中國講 叫他們人民反戰 中國人民確實反戰 叫俄羅斯人民也反戰 俄羅斯有人要逃兵逃到韓國去說我不要當兵 然後在韓國那邊申請當難民 上個月的時候俄羅斯還寄出了新的規則 說要用電子文件去徵兵 因為很多人原本用傳統用寄的 很多人說不在家就沒有收到 他就不想去當 俄羅斯人不想去當 他還是上戰場 為什麼專制如才或者是權力集中的一個國家裡面 你要不要去這個上戰場 要不要開戰 不是人民決定的 所以你去跟這些中國人民去做這些溝通 沒有辦法改變習近平的意志 不然說馬英九在內我要講的這個重點 這個會在今年會是反覆的講 是說中國在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他跟美國的這個軍費的 這軍力的差距大概是三倍左右 可是在這個二零二 二零零九年 就是馬英九剛上任的時候 中國只有美國的軍力的七分之一 換言之過去中國比較和善 不是因為馬英九有任何的功勞 是因為那時候中國的這個軍力還不夠強 而馬英九在任的八年期間 大家看到這八年期間 中國在全球的這個國防支出比例 是一直在上升 也就是他一開始跟你比較友善 兩岸可以往來幹嘛 等到他現在比例一直增加 甚至可能到二零二六 二零二十七年已經跟美國並駕齊驅的 這個時候 中國才不管你是什麼黨執政 他就是可能會發動戰爭 那這時候對臺灣來講 選擇一個會去顧國防 會去對抗假消息的一個總統 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看到了 其實中國各種的大內宣 大外宣 甚至用金錢一帶一路 然後去影響一些國家 把人家其他國家環境 各方面搞得天翻地覆 所以我們臺灣真的要注意 所謂的認知戰 非常的嚴重 所以慶皇怎麼來看 包括這些相關的 包括中國的人民 人民都自己講 不要戰爭 為什麼一直在文攻武嚇臺灣 是誰在做 我們臺灣人民要怎麼去看這些事 我們臺灣人民最先要知道 中國現在就是用 他們所謂水軍的手法 也就是網路行銷 手機行銷這些手法 拿來對付臺灣 說白話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中國自己裡面 這種水軍的行銷太發達 發達到政府還要去抓這種水軍行銷 免得裡面有人透過這種水軍方式 來反政府 所以他們之前抓了很多 但抓了很多自己也用同樣的手法 他來操作臺灣的認知作戰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我們要知道什麼事情 你要知道是中國真的沒有像 臺灣這邊很多協助中國外宣 媒體講得這麼好 你知道中國今年遇到經濟的問題 最新傳出來的笑話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中國百姓真的過得很苦 所以他們重新再回到地攤經濟 因為很多人就擺地攤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一面讓人家擺地攤 結果中國的城市裡面 有所謂叫城管的職務 城管專門在找這些擺地攤的麻煩 而且不管他合法不合法 城管就是抓他 你知道發生鬧出什麼笑話嗎 那越來越多的中國影片內容是 城管在抓那個賣炒飯的啦 然後賣吃的啦 賣麵的啦 結果你知道很多中國的消費者 中國民眾呢 我已經去買炒飯 我已經付了錢了 結果現在城管要跑來要抓他 他那車就直接跑吧 那他攤販車直接往前 就衝了之後呢 消費者我這麼負責而已 跟著也衝啊 結果四五個消費者跟著衝 然後那個賣炒飯 就跟他們四五個消費者說 我們在下個入口見 然後大家就跑下一個入口去 城管沒有抓到的時候 在下個入口呢 他還把炒飯交給這幾個消費者 結果後面又排了七八個消費者來的時候 城管又來了 繼續再往下個入口衝 欸 中國經濟已經不好了 然後中國這麼多人擺攤 一邊跑一邊賣 一邊跑一邊賣 而且好幾個不同的城市 都有這個畫面 就是你看他賣炒飯跟賣麵的呢 大家就是一直往前衝 然後給城管追 追到下個入口了 交給消費者了之後呢 消費者走了排隊了 繼續來繼續追 你知道那畫面讓大家看到覺得很心酸 因為民眾已經窮 你的中國民眾已經窮 窮到他的溫飽都成問題的時候 好不容易 好了 上街做生意 上街做生意 欸 我還要被城管剝削我欸 剝城管要跟我要的錢 我如果沒有給他的話 就像這樣要趕我走 要趕我走的時候 消費者一起受苦 你知道嗎 那是一個你在臺灣 都很難想像到的畫面 我們過去 臺灣雖然有攤販被警察取締過 但你們很少看到消費者跟著攤販 這樣往前說衝就衝 下個路口見面 就只會買了一份炒飯而已 所以我們才講說 中國的這個狀況 他經濟的狀況是大家只要上網去看 都會看到很多像這樣的情況 可是我們就要問一件事 這些在臺灣的媒體其實報導不多 但中國很多人開始把他丟到網路上面來 為什麼 他要讓牆外 就中國以外的世界 知道中國人現在的狀況 所以你看中國這次五一長假 五一黃金 是中國算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拼內需的一週 就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五一長假看來人很多對不對 結果我看有好幾個中國的影片發出來 就是有攤販賣烤雞的 帶了很多雞 他想說我到那個海灘上面去賣給大家 大家遊玩有上來吃雞 烤雞很正常吧 一定生意很好 對 這個小飯一開始想的跟你一樣 想說我只要擔心說一隻雞要賣多少錢 現在賣一百五 現在可能賣兩百塊 可以越賣越貴 結果賣到晚上一隻雞都沒有賣出去 表示很多人是幹嘛 只有出去玩 他只有去逛街 但他根本不買東西 不消費 花不起了 對 所以他但是他要出去玩 比如說我到海灘去看民盛古蹟 但看了之後旁邊消費 我能不消費就不消費 所以中國自己官方也承認 內需消費的數字確實不如預期 因為狀況不理想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在臺灣很少看到的